布子和印章都在我的手上 进出的3000万不在这个布子上面 所以凭空进来凭空出去 太恐怖了 台东县议员潘贵兰指控 在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 竟然有大笔金流进出他的账户 而且账本还没记录 让他怀疑吕孙玲的爸爸吕子昌 难道是想透过他的户头来洗钱吗 吕子昌的妹妹吕树青转进来之后 马上转出去到吕子昌的子女 吕孙玲跟吕孙玲的账户 这么大笔的金额在出入 我们不知道 潘贵兰事后发现在101年6月1号 从吕孙玲姑姑吕肃青的淡姓账户 收到3000万元 但当天立刻从潘贵兰的版姓账户 汇出给洪建伟 也就是吕子昌亲信 而且不止她一个人 她的妹妹同样在6月1号 账户存入3000万元 也是立刻被转出去 根据东森新闻掌握 3000万元拆成两笔 分别汇出1200万元 给吕孙玲的淡水区农会 还有1800万元 汇到吕孙玲的彰化银行账户 当初要求我们去板桥信用合作社 也就是板姓银行 开户去接收吕子昌的钱 你妹妹汇给吕孙玲 吕孙玲你的小孩就好了 为什么要透过我的账户 资金被转来转去 不知道是何种用途 议员指控板姓竟然一问三不知 只是为何吕子昌刻意挑选 板桥留家经营的商业银行 是想用借款人的账户 制造资金断点吗 不过板姓表示 宪政调查中会先调阅当事人 当初开户的缘由及相关金流 查明金钱会往哪里 以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东森新闻李军叶婷在台北 什么的